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款轻型两栖履带式步兵战车很特别 它具有空投空运 水路两栖作战能力 它是第一款正式列装部队的国产空降步兵战车 填补了我军空降重装备的空白 它就是03空降战车 那么这台铁甲熊鹰是如何研制生产出来的呢 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台战车的研制单位 去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是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 我国自主研制的03式履带步兵战车 盛装授阅的画面 这是它的四次参加国庆阅兵 03空降战车 是我军第一款正式列装部队的履带式空降步兵战车 它填补了我军空降重装备的空白 整体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它体型小 重也轻 配备有世界先进的空投系统 同时具有空投空运 水路作战能力 彻底改变了中国空降兵轻装散兵的形象 是推动中国空降兵向全机械化转型的标志性装备 03空降战车先后亮相和平使命等系列军演 2016年7月 它在青藏高原成功实施重装鞋弹 连续空投 展示出优异性能 2017年 参加空降牌2017国际军事比赛 获得优异成绩 03空降战车的列装使中国空降兵敌后纵身突击 和火力打击能力迅速跃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等国之后 少数几个掌握重装空投技术的国家之一 它对维护亚洲安全和世界国品起到重要的作用 它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两个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个 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台 这个铝合金的这种车辆 第二 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空降车 因为我们国家在2000年之前 没有这种铝装甲的这种车辆 59岁的李刚立从事兵工行业已经40多年 他参与并见证了03空降战车 从研制到生产的全过程 空降战车对于普通人而言 听起来似乎不太复杂 就是把一辆辆战车空投而已 但对于军工人来说 这却意味着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制造 要保证战车从几百米到上千米高空安全着陆 不仅涉及到战车的行走系统 车身结构 也包括战车内部的传动装置 减震防震系统等重要零部件 都需要重新设计 研制 那从零起步的空降战车 究竟是怎么研制生产的呢 又是如何攻克一个个难题 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降战车呢 65岁的何发兵退休前 是这家公司的副总工程师 他告诉记者 直到上个世纪末 我国都没有空降战车 他具有一定的防复 一定的火力 还有机动性的这个装备 空降下来了 他的战事有个哪怕你走不了 我也有个防复 像地堡一样 碉堡一样 保证生命安全 本世纪初 何发兵所在的江陆基电集团公司 接到了研制空降战车的任务 一开始他和同事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那就是他们要在一张空白纸上画出最新的蓝图 他们既没有空降车样本 也没有任何数据 连车的外形尺寸等什么都不知道 但形势所迫 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情 开始了最初的研发 为了获得空降车的着地瞬间抗衰打数据 研发人员就用其他转车模拟做空投试验 我们是根据计算是空投高度是吊车掉起来 0.8米高把它直接摔下来 它的加速度是在8个机以上 也就是它的冲击力在60吨以上 如果是说没有 如果战车直接从飞机上丢下来 没有闪电系统 所谓闪电系统就包括赏 舰络赏和气囊 如果没有这些系统 那就上千个机去了 不是8个机了 那直接下来就粉碎了 试验中 为了精准测量各种数据 科研人员在试验用的空降战车上 每个主要部位关键点都安装有压力传感器 每个点到处转的压力传感器 为工程设计提供基础 比如说传动线的位置冲击加速是多少 发动机的位置冲击加速是多少 炮塔 安装炮塔的位置冲击加速是多少 那么做人的地方冲击加速是多少 都把它测出来 这就给设计提供依据 数据测出来了 但空降车的外形该是什么样呢 它的形状大小 各种尺寸规格是多少呢 研发人员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从海量的互联网上 像大海捞针一样 搜索零散报道的有关图片 文字资料 手中的没有 基本的一些数据都没有 图子就跟他们上有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工程技术就大量的网上 杂志上搜索一些资料 查看一些资料 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 来分析出一些基本的结构形式 重量尺寸 经过大量的试验比较 空降战车的外形 基本能够确定了 研发进入关键技术领域 但一个很大的难题 摆在了研发人员面前 那就是保证空降战车 平稳着陆和两栖作战的 关键技术 空降战车的四个重心 要尽可能做到 高度重合一致性 什么叫四个重心 第一个是我们整个战车的 这个重量的中心 我们叫重心 第二个是我们战车在水上 要行走的 这么在水上的一个福利的一个中心 我们是相当于是 这个战车形状的这个中心 叫行星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 这个战车这个减震 五个减震的这么一个中心 它是减震的一个 这个关系到这战车里面的 舒适性的这个一个中心 第四一个 我们车辆在空中投送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它的散透系统 和我们整个这个车辆的这个重心的一个匹配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这个 这个四个星要尽量的重合 这是最好的 但在实际研制中 这四个重心 整个战车重心 水上浮力重心 减震重心 着陆平稳重心 很难做到高度重合一致 那研发人员怎么攻克这些个难点呢 我们采取了一个是这个立体设计技术 3D这个仿装分析技术 另外一个是基于大数据的这个异体协同技术 通过这些技术 我们把这个设计的比较最佳的一个状态 四个重心重合问题解决了 但空降战车主要是空降 也就是空中投放 其主要特点 就是在保证各项作战性能的基础上 还要强调重量星体积小 所以空降战车瘦身减肥 成为又一大难点和攻坚目标 研发人员首先把突破重点 定位在高新技术材料上 因为现在我们把它做大 做重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把它从这种重的 做成轻的 这个就很难了 要用上很多的轻量化的一些技术 包括我们用的 车体用的是铝合金的这种砖甲 像空降战车的铝带 副种直升轮使用的原材料 科研人员就采用一些新的材料来替代 那么重量从20%我要减到18% 当时我们就做了几部分工作 一个是从材料上来讲 我采用了一些轻质的材料 包括钛合金 铝合金 采用这些材料来满足 它的一个轻量化的要求 在战车底部的副种轮部分 研发人员通过创新和独特的结构设计 来给空降战车车轮减重 通过特殊的那个结构设计和分析计算 我们把六对轮改成五对轮 让它能够承受整车的一个重量 满足整车的那个使用要求 此外 考虑到训练作战两种需求 研究人员还专门设计了两种材质的铝带 一种是铝制铝带 一种是钢制铝带 铝制铝带它相对于那个钢制铝带 它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是重量轻 它就相对于钢制铝带 它要轻三分之一 那个第二特点呢 它就是它的照应小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速度要快 要比钢制铝带 它要提高5%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 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价格要贵 比钢制铝带 它要贵两到三倍 所以这个车配备来有两种铝带 一种是作为空头作战用 一种是作为训练用 除了对空降战车外部 一些零部件减重外 科研人员还对战车内部 一些重要装置和零部件 进行研制创新 像眼前这个传定装置 已经使用十年以上 但它被拆开维修时 仍然可以看出 它的质量可靠 加工工艺过硬 产生了铝带箱体 重量轻 要求的重量轻 但是金融战车 在死银过程中 有高低温环境 高低温环境造成 就是铝合钢的膨胆系统 是不一致的 因为这样膨胆系统不致的 冷的时候它会缩进去 会造成箱体的裂纹 缩进去之后 热的时候它又会造成膨胀 膨胀就会又会 同时会造成这个间隙 所以大了也不行 是小了也不行 只能保证 一根头肤枝之间的间隙 在战车行驶部分的 减震防震系统 科研人员大胆采用一种 新的独特的游击弹簧装置 既减轻原来的重量 又安全可靠 游击弹簧它的工作的原理 就跟咱们用打气筒 打气的时候 这个使劲打气的这个原理 是很 是相同的 当我们使劲地 往车胎内打气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感觉到 一个收到一个很大的 一个阻力 一个回弹力 用这个压缩空气 来替代我们 这个传统的 这个金属压缩弹簧 重量至少要 轻一半以上 然后咱们在气缸内 分闭的是一个 惰性气体 惰性气体 咱们它知道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不会与任何的物质 发生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咱们这个 游击弹簧在工作的功能中 它非常的稳定 可靠 可靠性非常的高 从上千米空降下来 既要保证战车的 完好无损 还要具备战斗力 如何减震 如何防护 一项像技术难题被攻克 如果说 选定材料和防护设计 还只是第一步 更关键的是 如何真正的加工生产出来 记者在江陆机电公司 实地采访中了解到 空降战车的研制之战 之所以能够取胜 离不开这里 不断更迭的加工神器 下面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 这些神器 32岁的吴昌硕告诉记者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 江陆机电集团 为研发世界一流高性能战车 经历了几次大的技术改造和更新 从最初的普通机械加工 到数字显示设备 再到现在精度越来越高的 数控机床设备 今后他们设备更新的目标 将向人工智能化 方向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 那个研究老师的设备 它的那个年龄呢 比我还大十多岁 就已经上了三四十年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设备来做的 它呢 你看它这个设备 它是纯粹的机械式的 来的一个调整 现在装备提高了 数控设备普及了 然后国内做的数控机床的精度 也越来越高了 它也逐渐能够就是满足 我们的那些要求一些 技术更新带来的 不仅是加工精准度的大大提高 而且劳动生产率 也有了很大提升 随着设备技术改造的提升 生产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 要求更高 传统方法很难有效检测出来 倒比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 也相应大大改进 在江陆基电集团 记得看到 现代高科技的三维坐标专业设备 正在检测 X就是水平方向 我的车头这样子动 是X方向 前后是Y方向 上下是J方向 它通过这三根坐标的 联动侧头 然后它就可以全方位的测量 立体空间里面的尺寸 它的公差是0.03到0.05毫米的样子 那么我们检测设备的精度 就要达到0.01毫米 甚至以下 大约就是 一根头发丝 0.03毫米的三分之一 空镜大小 规格尺寸等外观检测 采用立体坐标检测方式 但一辆战车 有大量的焊接工作 那焊接后 怎么检测 没有裂纹 气泡 杂质等产品缺陷呢 通过它 采用像拍S光片一样 把这个焊缝的内部质量 像人一样的 五脏全部都投射到一张光片上面 然后从它上面能够分析 光片上体现出来 焊缝的内部 是否有气孔 杂杂和裂纹 那H光是哪发出来的 从这个位置上 咱们看到这样一个像眼睛 像镜子一样的地方 零三空降战车 亮相国庆70周年阅兵 让我们体验到 国力的不断强盛 和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豪感 而这一辆辆空降战车的背后 蕴藏的却是一代又一代 军工人的家国情怀 这是公司一个 使用了60来年的 研制组装车间 公司掌舵人李刚立 每次来到这里 都很有感慨 他说 十几年前 当他们开始组装 零三空降战车时 就是这个简陋的厂房 当时甚至冬季 气温很低 厂房里的室温 达不到10摄氏度 以上的组装要求 因为各种条件有限 他们只能自己 想些土办法来解决 一个就是将这个所有的窗户 把它用那个垫子 把它密封起来 都是用那个钉子 一个个地把它钉起来 虽然采光不好 但是有灯 这种情况下 还是不能够保证 它这个石内的温度 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 壁挂的那个暖气风扇 就是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也解决不了 那就是在最后的办法 就是我们用那个六个 这个应该说直径有将近 五百个大的这个炉子 比较深 专门上这个焦炭 因为焦炭的那个 热量是很大的 六个炉子同时烧 后来就是按值按量 如实地完成了 这个车体的制造 从2000年立下 到2003年研制定型 03空降战车 竟用三年时间 就研制成功 它的正式列装 成为我国空降兵的 又一利器 直接使我国的空降部队 跃进世界第一梯队 随后 战车性能不断改进提高 与此同时科技装备 厂房等硬件条件 也在升级换代 今非昔弊 所以使我们从零起步 从跟跑 并跑 向今后这种零跑 这种发展 所以我觉得核心 既要有先进的设备 我觉得更重要的 还是要有一支 这个良好的员工的队伍 也要有一个忠诚 国防事业的 这种次弹的中心 现在科研人员 借助仿真系统 大数据 电脑软件等现代科技 足不出户 就可以模拟极热极寒 沙漠海洋沼泽地 等各种复杂工况场景 对空降战车 进行各项性能测试 我们甚至可以用 更先进的 现在中国更先进的 这种大数据超算 来给我们的产品 进行各种性能分析 来模拟 模拟咱们产品 将要面对的 那种极寒条件 极热条件 那种深海高压条件的 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提高这个设计的成功率 03空降战车 主要用于远距离 大纵深空降作战 和快速部署应急机动作战 具有对敌坦克 装脚车 防御设施 有声力量 和低空飞机的打击能力 是联合作战力量体系中的 一把尖导 随着研制的不断推进 新一代国产空降战车性能 将更加令人嘴目 高性能的军事装备 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水平 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正是得益于我们国家 长期的技术投入 得益于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 今天中国的军事装备 才能实现从模仿制造 到自主创造的转变 在一个工业制造大国的 生产链条中 强大的国防 给予这个国家的 更多是一种守望和平的实力 守望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力量 一个民族才能更踏实 更稳健的去创造未来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